黃子焦性騷風波持續擴大 投下演藝圈震撼彈 據傳他目前是在 林口長康醫院的ICU病房 但是不少媒體一早是守候 在台北住家門口 卻遲遲不見妻子孟根如的身影 敏感消息連警衛都封口 但最新消息指出 黃子焦身上有多處傷口 送往醫院時意識不清 期間有短暫清醒 不過仍然無法言語表達 目前已經找身心科匯症 暫時沒有生命危險 比較有遇到那個黃子焦 他經常會去超商 感覺是蠻親切 還不錯啦 對 有一點嚇到 我已經沒好過了 我當然也要突然 那個圈子 如今黃子焦專業 愛家形象全毀 呂發網紅再度發文 表示有更多弱勢悲劇的房思琦 在角落偷偷憂鬱哭泣 也很遺憾 他選擇以這樣的方式 面對處理問題 其實黃子焦闖當演藝圈 20多年 他現在手上總共有五檔節目 根據透露出的行情價 一集7到10萬來計算 加起一個月 恐怕損失440萬元 黃子焦毀面市開炮演藝圈 選擇玉石俱焚 恐怕也讓他的演藝之路 再難延續 環宇新聞張霞與張亞豬 台北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也有其他人 яться 風格 三旅 超級設計能 超級設計能 過一範圈 就是 超級設計能 早點 大 他們 都 仍然